屋主喜欢食材天然的纹理 以及其不重复的特性 林奇景设计师如何利用材质 为楼梯披上新帽 串联上下楼层的关系 打造自然质感的时尚豪宅设计呢 那因为这一个住家 其实在这个都市环境里面非常特别 它是属于顶楼的一二三层楼 那我们做建筑 我们习惯用材料去定义空间 那我们在材料上面 用这个动词去定义的时候 我希望它有一种锚定的作用 对 锚定空间的作用 你就从一楼 二楼 三楼 你都看到这个材料在这个位置 能够被延续上去 所以你的空间定位你就非常清楚 所以它是贯穿了这三层楼的主要的食材 对 主要的一个材料的展示 而且我觉得它的切割方式跟你的做法 有时候有一些部分留了一些空隙 又有一些不一样 那因为一般的食材的气法 它非常单纯 就是密结这样子 它有细细的缝 有些人是为了让它看起来非常平整 那我们希望材质的拼贴的方式 能够材料展现它自己的特色 那展现的方式 我们除了拼贴之外 你可以看到它有大小缝 那大小缝我们拼贴的方式 让它看起来比较有机一点 那在拼贴 左右拼贴的时候 我们着了一个45度的缝 那光影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立体的感觉 对 你在透过楼梯这个垂直洞现在走 洞石就在旁边 其实你可以触摸它 那洞石它有很多洞在上面 触摸的时候 我们希望那个材质是很温暖的 能够慢慢地碰触上去 走到二楼你看 这洞石怎么还在这里 所以我们空间上面的 一二三层楼的串联 是能够让它延续 OK 用一个洞石的这个食材 作为整个空间的一个串联 跟持续跟延续